前两期视频给大家讲了 VLAN的简单的使用和相关的原理 相亲看过前两期视频的同学 都应该已经学会了 如何划分简单的VLAN 最近也有一些同学提出了 一些不一样的问题 想更多的了解 单线复用和多交换机进行串联 那么今天咱们就用一个案例 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 单线复用和多交换机 如何串联的问题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秘能 我是带大家玩交换机的金水 这段时间有很多同学给我留言 由于自己家住的老房子 它的弱电箱到每一个房间 其实只有一条网线 电视机机顶盒都在客厅 主路由也在客厅 房间里面有电脑 卧室的信号还比较差 而且他还希望在卧室再加一个路由器 跟主路由做Mesh组网 在这给大家几秒钟考虑一下 在不用软路由也不调节光猫的情况下 应该如何进行配置呢 其实这种案例在老房子 其实相对比较普遍了 因为我家也是这种情况 那么如果大家对光猫或者软路由都比较熟悉的话 它的解决方案其实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你可以在光猫里设置好微烂 然后把IPTV跟网络同时输出到一个口 然后再进入一个带微烂和IPTV功能的用路由或者软路由都可以 这个不是重点 咱们今天主要讲一下在没有软路由的情况下 纯用交换机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为了大家方便理解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如果你在不调整光猫和在没有软路由的情况下 那你想使用一个交换机 基本上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所以呢我们在这需要用到两个管理型的交换机 那分别把它放在弱电箱和客厅 那当然这个方法并不是唯一的 我也在这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 那后续讲到光猫和猫棒的时候呢 会教大家其他的方法 首先呢我们要把宽带和IPTV 接入到弱电箱里的这个交换机的7号和8号口 那暂时呢我们把这个交换机称为1号交换机 然后通过1号交换机的9号口连接客厅的交换机 那这个IPTV呢再从客厅的交换机的8号口出来进入机顶盒 宽带呢从7号口出来进入路由器的WAN口 经过路由器拨号之后 再从路由器的LAN口进入2号交换机 也就是客厅交换机的6号口 这样呢客厅交换机的1号到6号口都是可以通网的 那方便你接NAS呀等其他的设备 那么这个网络呢同样可以通过9号口回传到上级交换机 也就是我们说的1号交换机 那从而呢实现两个房间都通网 卧室的从路由也可以通过有线网络回传和客厅的主路由组成 有线match回程网络 通过这个图呢大家都可以发现其实这个连接方式呢非常之简单 大家可以对比自己家的这个实际情况参考的操作页 或者是跟自己家的网络情况呢进行薛微的调整 好我们来看这张图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IPTV和宽带都要先进入若年箱的交换机 也就是我们的1号交换机 然后呢进入客厅的交换机 从客厅的交换机出来之后分别进入机顶和主路由的腕口 然后呢主路由拨号再回传到交换机的网络 那么如果我们单看这一段 大家觉得是不是跟上一侧的案例呢有点像 除了多了另外一个交换机之外 其他的内容呢都非常类似 在这里呢我们同样是两个进一个出加一个回传 那为了大家更好理解呢 我们在这给大家加一个颜色 那这样呢就比较好区分了 区分好之后呢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开始划分微蓝 那有线电视IPTV呢 首先要从若年箱的1号口进入交换机的8号口 然后从9号口出来 再进入客厅交换机 也就是2号交换机的9号口 然后从2号交换机的8号口出来 再进入机顶和 那么这一条链路呢 我们要设置一个微蓝 我们取个名字叫微蓝11 当然你在这可以自己定义啊 这里面呢我们把宽带进入路由之前 和路由之后 我们需要拆分成两条链路 所以呢我们要设置两个微蓝 在进入路由器之前呢 我们设置为微蓝22 进入交换机之后呢 设置为微蓝33 或者你在这可以使用默认的微蓝1 也是可以的 那上期视频呢 我们给大家讲过 那代标签和不代标签的区别 那么代标签呢 可以通过任何的标签 或者不代标签的数据 而不代标签呢 只能通过带同样标签 或者是不代标签的数据 大家看到这个图之后呢 就一目了然了 这里面呢 只有九号网口 需要通过多个标签数据 所以呢 我们需要让它代标签 而其他的网口呢 只需要通过 带同样标签的数据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们需要在这设置 不代标签 那接下来呢 就是PVID 也就是VID 那上个视频也跟大家说过 PVID呢 就是对不代标签的数据 进行标记和识别 那从而判断这个数据 可以在哪个微烂进行通讯 那么同样 大家看到这个图呢 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的IPTV是走微烂11的 那里面的数据 要从上级交换期进 从下级交换期输出 那么想要实现 固定端口的链路通讯呢 必须是要使用同样的PVID 那我们把它设置为PVID11 那么同样 我们来看一下宽带的链路 那这里呢 同样也要分成两端来处理 那么在进路由器之前 要确保数据 从固定的链路进 和固定的链路出 上面已经设置为微烂22 那我们同样 要把上面这一段呢 设置为PVID22 后面这个呢 是从路由器出来 进入下级交换机的六号口 并且可以通过九号口 跟上级交换机进行通讯 那我们之前呢 设置为微烂33 所以呢 我们要把微烂33 也要划分成另外一个PVID 也就是PVID等于33 那到这儿为止呢 基本上三块都已经划分完了 IPTV是一段 宽带前是一段 宽带后是一段 那么如果我们在碰到断流的情况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上下行的这个端口 也就是我们的九号端口 设置成一个独立的微烂 它不带标签 同时呢 我们要加上一个PVID 我在这儿呢 设置一个微烂44 不带标签 同时呢 PVID等于44 好 相信看完这个案例呢 大家就应该已经了解 如何通过单线复用 实现多路由器的串联问题了 虽然说这期视频 录的稍微有点啰嗦 还是希望大家耐着性子看完 那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帮助呢 记得一电三连点赞收藏 好了 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呢 来讲一下几个观众老爷们的投稿的案例 也把他们碰到的一些问题 分享给大家 看看会不会对你有一些帮助